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紫微圣人 关于紫微圣人的证据我已经提供在一个录影带里面 欢迎你去观赏 我也是灵魂初笑、千里眼、穿越时空、第三眼 以及驱魔术的大师 我是最近才发现我自己的使命在这个人间上 那这个也非常有趣 因为我一直有怀疑我自己的出生 就说我是这么大的一个佛,竟然出生在人间 那现在有了证实,我也是自己很高兴的 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三集 第三集有关外星人的科技的事情 那我讲这个录影带的时候 我通常是不打草稿的 因为所有事情都在我的脑袋上面 所以我不用打草稿 但是我现在有写一个纸条 就提醒我自己 看看不要落掉说讲任何事情 那我这纸条在我前面 对啊,好,我现在讲 你这个外星人呢,他可以活到200岁的 人间如果可以活到100岁的话 外星人可以活到200岁 所以他们的寿命比人间多了一倍 好,这样 那他们也可以生子女 不过他们就是你知道单性 他们没有什么异性这些事情 但是只是他们的外形有男女 那每个人只能剩两个字 两个孩子 这样子 这样孩子应该是解释更好的方式 那为什么有这个限制呢? 因为我当初就是要限制他们的人口 为什么? 因为他们太聪明 太聪明了 如果不限制他们的人口的话 这个宇宙会打乱 而且还有一个好笑的地方 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上帝 事实上他们不是 那现在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上帝 不过人类也有个好笑 就是人类以为他们是上帝 结果他们也不是 我就是在这个人间可以澄清了很多事情 而且告诉你很多事情 好 第二个 他们的灵体呢 就你要看第二集 第二集 我讲外星人的事情 他们的灵体是需要充电的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有电的 大概50伏特的电在他们身上 这样 那好 那他们怎么样学习 他们学习不跟我们人间一样 人间比较麻烦 因为人间一出生以后 什么都不记得 喝了忘婆了 结果你出生什么都不记得 变成你知道要重头学 重头学起 他要进学校什么的 不过有些人 那个记忆力还有那个智慧之错 是以前带来的 所以学的就比较快一点 那外星人他们不用 他们跟人类不一样 你要记着一点 他们不是人类 人类的话 人类想说用人类的方法来解释 是不一样的 每个阶级在宇宙是不同的阶级 有不同的智慧在 所以人类是比较低的一个阶级 那外星人他们是比较高的一个阶级 有一天我会仔细讲 这个宇宙阶级的事情 这样 那他们怎么样 那个补充知识 就是说这样 他们有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地方 就如果最好解释的话 我解释一个方法 你可以听得懂的方法 就是说像个图书馆的方式 那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那个有个电影 美国电影叫Indiana Jones Indiana Jones Kingdom of Crystal Skull 就是Indiana Jones 琼斯 他有个电影 就讲那个水晶 水晶脑袋 就像他们那样子一样 很像 就他们只要去那个地方 他们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知识 就是老祖先的知识 还有说他们其他人的想法 什么的 那个 我说我去了外星球 然后回来的话 那他们在那个地方 也不用讲话了 就是心念感应 就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们跟人类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马上就可以知道知识 他们不像人类一样 要学得很慢的 然后要慢慢教 慢慢学 一天一天的学 我是不一样的 好 我现在讲太空的科技 他们的科技 第一个 他们有那个飞行船 对不对 他们来地球飞船 我们人类看得到的飞行船 那个是用手飞的 那我给你一个照片 这个是以前他们的照片 你看那个板子 那个板子 有根据他们的手印 来弄出来的 为什么要用手印 因为他们用手 然后用心电感应 这样来驾驶这个外星船 对 这个外星人的太空船 是没有窗户的 没有窗户 然后我再给你一张图 这张图是我自己画的 因为找不到任何图案 可以说来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我自己画个图给你看 那这里面的话 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 好一条一条 他们在外星人 在这个太空船里面 就是这样 他们怎么样 他们就用那个手 去摸这个 这个一条一条的 这样一条一条 就有如果 要用人间的方式来解释的话 就好像说 我们 我们按着那个键盘 那个电脑的那个键盘 就是他们 他们只要摸那个 每一条有它不同的意义在 那他碰到哪一条线呢 就是表示去什么地方的意思 或是有什么事情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那个 外星人在太空船里面 那个怎么样导航的这个东西 就是用这样的这样的方法 因为他们是半神半人 这样的方式来导航的 这样 所以他们不需要窗户的 这样 好 他们怎么样进出这个宇宙 比如说你看他们来那个地球 来无影去无踪的 他们怎么样做 他们是开那个 开那个 英文叫波头 那个中文好像比较没有这个解释 可是 可以怎么讲 就是开一个洞 开个洞 这个 人间很难 难以了解的 但是就是 在这个空间 开一个空间 开另外一个空间 怎么怎么说 就说 你自己用想象的方式 你就是他们开一个空间 在地球上开一个门 好像都开一个上门一样 开上门以后 他们就可以从这参门到地球 那他们回去的时候 也是根据这个开这个门 开一个洞 这样 那我如果 我可以找到一些 那个录影带给你看 就是YouTube录影带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进出的 所以他们的速度很快 所以你就看不出来 看不到他们什么时候来 然后 看不到什么时候走 就是因为用这种技术 这种技术呢 我慢慢讲 我慢慢讲给你 他这种技术呢 是一种很特别的技术 我在影片中会告诉你 这样 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进出宇宙 所以你看不到他们什么时候来 这样 我再讲他们的航空母舰 那个航空母舰 是谁帮他们做的 他们的航空母舰是那个四面佛 帮他们做的 对 四面佛也有来看他们这样 那四面佛为什么要做这个航空母舰给他们 因为他们原来的土地太小 这样 那怕他们有灾难的话 或者什么事的话 他们还可以做这个航空母舰 去寻找另外一个星球 他们也是用这个航空母舰 然后来这个月球的 来月球表面 所以人类看不到他们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航空母舰 我画了一张照片的图给你看 你看看这张图 这张图的最上面是他们的导航室 就是领导人要开航空母舰去什么地方 那下面那一层 最下面那一层 是所有的外星人可以一起进来的地方 他们有几个 391对不对 391人可以全部的灵进到那里面去 在下面那一层 就这整个航空母舰 这样他们可以进去 那最主要是说 他们万一真的要逃难的时候 那他们可以这样做的 这样 然后 这个如果从人类眼睛来看的话 它就是像一个太空陨石一样 可是事实上他们都在里面 这样 所以 这就是他们一个避难的方法 那目前他们是 像来去月球 他们就用这个东西 就停在月球上 这样 那这个航空母舰好像是说 也不是说他们想要用就给用 那大家要求救的方式的时候 这个才能用这个航空母舰 还有 那他们 因为在那个月球 他们有做这种 半外星人半人类这个实验 所以他们有造就了很多的 这种半外星人半人 半人类的这种 这种 这个像 我怎么讲呢 他也不是人类 他就是说 就是像我说的 半人类半外星人这样 那他们选择了很多的精英 他们在这里面 下面 那个 我在那个 录影带说 这些外星人在月球的画面做事有什么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从那录影带 他们就是从那里面选出来的人 那很多都是亚洲人 为什么 而且他很多他选中国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选中国人 因为 因为他们有原因的 因为说 第一个 那个中国人 就比较 比较温顺 对 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说 争取自己的 就是说 随便争取自己的能力 也不喜欢 也不喜欢吵闹 所以 而且 中国人的脑袋 比较平静 比较冷静 所以他就比较适合开这个太空船 这是为什么他们选很多 都是中国的那个 中国跟外星人 那个 产生的那个子女 作为 作为那个 航空这样 旅行的 的 的一个代 所以我像我们人间 常常在幻想说 最后变成在太空旅行什么 像那个 那个 美国的电视 什么 Star Trek 对不对 还有说我们 中文也 就是有想像说 在外公旅行是什么样子 那他们是已经达到这些科技 这样 那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然后 他们的那个键盘 他们那个 像如果用人类可以 听得懂的方式来讲的话 就是他们的那个电脑 他们电脑 有点像人间的电脑 但是不完全是 为什么 因为里面的那个东西 他们有分类的 分什么类 分说去什么星球 去什么星球的 这样子 这样分类的 然后 这些太空人 他们设计出来的下一代 大部分都是中国人 就像我说 大概中文 脑袋比较稳定 比较适合 比较不会乱发脾气 比较适合开太空船 好 那我现在要讲最主要的 大家也是最关心的 就是他们的动力来源在哪里 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从什么方法 他们的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以前也不知道 后来我是因为 一直在看他们的事情 什么我才知道 原来他们是用一个佛的力量 一个佛像的力量 一个佛陀 一个佛的力量 那后来我把他们的这个佛像 这个佛的那个位置拿走了 拿走了 拿走了 变成他们就飞不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可以在那个宇宙开这个 第二 还是第三空间的关系 就是太空船 他们比如说太空船可以进出的原因 就是因为开这个空间 这个是什么 谁有办法 这个佛陀 就佛 我也有办法开第三空间 但是一般的佛也有办法开这个第三空间 他们是利用这个佛的东西来开的 所以他们就自己以为自己是神 事实上他们不是 这样 那我把他这个能力拿掉 这样 这样 然后 那他们那个宇宙航空母见 是那个四面佛 是那个 他们这个航空母见 是那个四面佛 帮他们做的 就是怕他们灭积的关系 怕他们那个 那个 土地有受到展览 所以他们 四面佛为了他们做的这些东西 好 那这一集就讲完了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们呢 他们自己的 动力来源 还有他们的店员什么 他们自己的 吃的东西什么 都是佛陀做的 这是我做的 对 但是这个航空母见 是四面佛帮他们做的 好 那他们的 本来他们的力量呢 是为了说保护他们 所以给他们那个 那个 那个 有那个佛的力量 这样 那现在我把那佛的力量 拿开了 所以让他们 没办法进出宇宙 这样 就是这样 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请你订阅 因为那个 我们 因为很多人 你不相信神佛 不相信什么 是大堆的 没有任何宗教 那你就要订阅 因为我们中文 台湾人讲的 说五百五波比 就台湾人说的 五百五波比 就是说你 如果有订阅的话 至少我还有一些 我有神的力量可以保护你 这样至少说 如果地球末日的话 你还可以有办法上来 这样 好 谢谢你观赏 请订阅 我还会讲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外界的事情 这样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就像 那个指挥圣人 这整天已经讲了很多 有关指挥圣人会做的事情 那刚好 这都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刚好 那我就趁这个机会 我就把那个 很多宇宙的秘密给它打开 让大家知道 好 谢谢谢谢 谢谢你观赏 谢谢 请订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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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